明星期三想解的Shall We Talk 請來韋爾山聊天 他最近做中年好聲音的星級導師 的確是很適合的人選 他比賽經驗豐富 14歲參加業餘歌唱比賽得獎 六英文歌出閘感碟 18歲參加第一屆新秀得到亞軍 緊緊壓在梅艷芳之下 有經典合唱歌《雙逢何必曾相識》 二十多歲開始教唱歌 雖然是菲律賓和澳門葡國人混血兒 但經常收拾兩個女兒的廣東話發音 他近年學儒家、考教練排 明白日到中年做學生的心理 先聽聽他的猛料背景和經驗 怎樣幫他做一個唱歌導師 我爸爸是一個著線音樂人 吉他手、琴手 我很小時候五歲已經經常見到 他們帶一些歌曲回來 見到爸爸帶了一些歌曲回來 在家裡練歌 我真的很喜歡 我會希望他們的歌手是我 但那時候只有五歲怎可以呢 其實我小時候已經有這些音樂上的耳朵訓練 還有我是聽爵士大 可能因為在家裡經常聽到他們 他們練歌 拍子感對我來說 還有耳朵聽東西是比較快的 我們知道卡朴家族有很多音樂人 你那時候是否已經知道 全部親戚朋友都是音樂、唱歌 不是的 怎樣的 卡朴家族在香港 那時候是有三、四個家族 在香港的 Tuesa 杜麗莎那個 我爸爸這邊 還有兩個家族 Tuesa和我的家族 大部份都是音樂的 有一個卡朴是做特技人的 是跟著成龍的 是嗎? 是嗎? 我有一個卡朴是這樣的 其他那些都是不同 不同種類 有一個是打球的 代表香港打球的 那家族的特色是怎樣 他們多不多見? 小時候有沒有見到杜麗莎? 有有有 他家裡玩的 有的有的 那個時候都 因為他媽媽和我的媽媽打麻雀 會的 他們都會和我的媽媽打麻雀 讀書了 你已經很想 不如參加葉如歌唱比賽 有的 我參加很多唱歌比賽 其實是 那時候因為 爸爸反對 因為他會覺得 你這麼小 你就去做娛樂圈 那就不可以了 你怎樣都要讀完書 才可以參加 我很記得我有參加 第一個TVB的比賽 就是我十四歲 那時候是那個叫 香港葉如歌唱比賽 那我就 膽粗粗去試 其實 是根本 爸爸不給的 那我就跟媽媽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 我去玩一下 就是我答應你 我一定不會簽約 我一定不會 這麼早做娛樂圈的事情 那你給我試一下 可以不可以 那媽媽給我試 因為我答應了 大家有個協議 那我答應了的時候 我真的拿獎 拿到獎 很開心 那時候 其實你說拿了獎 不簽 就是假的 是一定要你簽的 不過 唱片公司要你簽約的 其實是 TVB 我沒有跟TVB簽約 應該是沒有 是簽了唱片公司的 那時候 就是 Lam 以前的太太 吳正元 她就在EMI 在EMI 那裡 她的職位很高 是她簽我的 那時候她有說 好啦 都知道你要上學 我不會阻礙你 不過如果我們有些雜錦碟 或者要錄歌的時候 那 你也可以來玩一下 錄一下 我都有錄過一首歌 是 一首英文歌 再大一點的時候 18歲 那就參加新秀 新秀的時候 也有拿獎 輸了給妹姊 那時候 小時候的思想是不同的 我會覺得 我的技巧比你 那為什麼我會輸呢 而且你進去的時候 你真的會看 你真的會看 哪些是你的對手 誰壓到你的場 那個就是你的對手 你的假想敵是誰 就是梅艷芳 是啊 因為 我自己有覺得 技巧我應該會贏你 但是整個包裝我輸給你 我輸得甘願 我輸得服 因為 它是唯一的 令到我覺得 嘩 我的對手就是你了 它的包裝很漂亮 它的台風 我有技巧我沒有台風 是吧 那該你輸 1982年第一屆新手 去年就剛剛40年 很多人都一個回味 因為我們明州 我們明州那年都有你 有份有個封面 是啊 是啊 半下季 你早說我拿過來 我們公司 我還有個封面 我有存在 在這裡 韋爾山的履歷這麼厲害 參加比賽的經驗這麼豐富 做中年好聲音的導師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呢 現在她就比較 難教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聲音比較浮 她也是沒有學過唱歌的 那 比較難控制一點的 有時候有些事情 但是我又覺得好 難控制 就更加好 就挑戰我自己去怎樣教她 那佳佳 佳佳 佳佳就 因為她的廣東話不正 要撿她的廣東話 其實是 都挺難的 那我自己也不是一個中國人 我去撿人家的中文 其實都 都有點害怕別人 會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 你自己也不是中國人 你的中文 你也不會看 你何況 憑什麼去撿我 其實 有難處 其實是 因為 有些同學 有些參賽者 可能他們有懶音 懶音就是 我周不時都會撿我女兒 我兩個女兒 他們說中文 真的會 你很漂亮 怎麼說 他們會是這樣的 我會要撿這些 我有經驗撿我的女兒 所以撿她們應該不會很難 而且佳佳 因為她 韋先生是外國人 我自己做拼音 我是寫英文的 行了 你先看了我那份英文的拼音 先看你懂不懂 如果你懂懂 就會容易撿些 Angus 她自己也是參加新秀的 她是第十幾屆的 我有時會害怕 其實害怕什麼呢 還有阿吉吉也是 我會害怕什麼呢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是 設立了 他們已經是 有他們自己的唱片 可能是 怕是有時候 你跟他們說 他們不聽 他們要 他們自己過一套 所以 當我接收了這組人的時候 我會逐個跟他們說 你可以不贏我教你的一套 但是 我會盡量去幫你們 你照顧自己的事情 我的要求就是 我給你多一點時間 你沒問題 但是 我不可以一天 就馬上幫你整個 不可以 他們問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要消化 我一次過說這麼多 你消化不了 整件事不同 所以 他們每一次 我會 可能我給了七堂 每一個人 七堂裡面 就是可能一首歌裡面 的第一、二段 先去了解 回家 了解整件事 回來 所以我要下一次 我聽到你 是可以背到整份歌詞 起碼要有八成 因為如果你不背了歌詞 你猛看著我 告訴你 你哪個位置 要唱好一點的話 那你就直接看著那張紙 是沒有感情去唱的 這就是我教他們的方法 他們每個人都很乖 很聽話 回去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 第三堂 整個歌曲的歌詞都背了 第二堂 我已經整理到哪些位置要輕 哪些位置要重 哪些位置要重 這裏要加激情 這裏要修 這裏要收 那把聲 那 記錄好第三堂 背後 加上第二堂 教你的東西 開始混合在一起 那第四堂 就已經是你不用再看紙了 我很開心他們每個人都做得到 那你教唱歌的履歷是怎樣 從何時開始教人唱歌 其實我是 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我已經有教的 怎樣開始 我和彭嘉麗一起去教了一間學校 唱歌的計學校 那時候大家都沒有結婚 那你做什麼都可以 除了出唱片 梁詠琦也有來跟 那時候 她剛剛出道 十幾歲的時候 你怎樣教梁詠琦 不像平時那樣 當然你教人是要有 開聲 呼吸 breath support 你怎樣去 hold 那些東西 當然也是感情 和拍子 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 她剛剛出道的時候 我記得很有趣的 我不知道她是否拍電影 是做打女的 那時候 我教她的呼吸方法 她好像扎馬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她又高了 整件事 我覺得很特別 這個學生 其實有二十幾歲 教了三年左右 那時候 因為我二十幾歲 那時候 我覺得是時候要結婚 因為你再遲些結婚生子的時候 我會很擔心 所以我去到二十幾歲 差不多三十五歲左右 我覺得是時候要有個家庭 組織家庭 我 韋伊山贏了新秀亞軍之後 並不是一帆風順 和華星解約之後 去了台灣發展 回來香港 才遇上經典歌 雙逢何必曾相識 我參加新秀之前 我是有一個收入的 那參加了新秀之後 你就要停了你的東西 沒有了收入 我就覺得 對我來說是很難的 其實我都簽了給華星五加五 是十年 這麼厲害 五加五 變成 在頭一兩年 是熬得很辛苦 因為 那些表演不多 我們全部簽了給華星 那些表演不多 那些表演 妹姐當然比較多 很多 對我們來說 我要養家 那些表演比較難 所以 我就跟華星他們說 叫我媽媽 爸爸 我不知道我爸爸 認識哪一個 高層 在裡面跟他們說 可不可以跟我解約 因為始終都是要養家 如果你們是沒有事給我做 也不跟我出碟的話 那可不可以放人 那他最後都肯放我 我很開心 那這個就是天事地理人和 那他一放了我 就台灣有場面公司找我 是 那令到我可以去台灣出碟 那香港做不到 你第二個國家做到 都很開心 那台灣那些是出英文碟 那英文碟變成了 是我的強項 那我很開心 其實是 台灣是很多很多新人 每一個月都有很多新人 那你可以高到一個月有六十個新人 他有三個電視台 如果推上電視台也未必夠分 其實很老實說 我自己親眼看到的 那你第一張碟 如果你有第二張 證明你的碟 那些人是喜歡你 你是受歡迎的 那我很幸運 我真的很幸運 我很幸運我有第二張 在台灣我看到我第一張唱片的宣傳 他已經是整棟大廈這樣拖下來的 那我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哇 整棟大廈的海報是我 很開心 那後來香港才流行 唉 為什麼回來香港 因為我很想念我家人 私鄉 是 我不可以再在台灣一直住下去 而不理會我媽媽爸爸 我姐姐 我真的很想念他們 兩年了 大哥 你想想兩張碟 我剛剛在台灣回來 回來的時候 就遇到 黃利明 黃利明其實那段時間 是做很多很多唱片的監製 他做Sidney Polly 他也是黃正文的監製 那時候我跟他說 如果你有和音 你找我唱 我想試一下 我想試一下 那時候阿蔣應該還未出他自己的個人CD 黃利明就說 不如你在蔣志光的唱片裏 幫他唱一下和音 我很記得我幫他唱了一首歌 後面的歌 要走始終都要走 是這首歌 這首歌 派台的時候 有些電台就問 那個女生是誰 然後就 有人問更加好 黃利明就跟蔣志光的經理人 老闆說 其實有人問這個女生 在蔣志光的唱片裏 不如製作一首合唱歌 應該是這樣的 然後阿蔣就約了我出來 就給我一首歌 一首歌 初初會問這首歌 我會覺得這首歌會有什麼 但在這首歌的時候 配上一些歌詞 再加上我們的聲音 再加上我們想到怎樣去唱 用什麼聲音去唱 我很喜歡和阿蔣做事 為什麼呢? 你彈一些東西出來 他就會 你彈一些東西出來 好,我就馬上又彈一些東西給你 很喜歡這些能力 這些風格 過招 我這樣唱 看你怎樣唱 又會唱 好像他的音樂 他馬上 他馬上 他馬上回答你 很喜歡這個感覺 大家玩的 所以就形成了我和他 是一個很好的 氣氛 這刻你另一個很熱愛的東西 就是瑜伽 考了幾個牌 說來聽聽 我為什麼去考瑜伽呢? 我想去學做瑜伽 但是我發現了 我參加了一個會裡面 我不知道老師 為什麼每個人做的事情都不同 一進去就遇到王佩霞這個老師 因為他是第一個帶高溫瑜伽來香港 那我上去的課 當然不是說那麼多高溫 去上課 去看看你們怎樣去做 那我又這樣開始的 那我又問王佩霞老師 我又問過他 你有沒有一些導師班 因為你就這樣上課 一班有六十多人 有時有百多人在一個大班房裡 一個小時的課程 老師不可能會撿到你 那我跟了一個外國人 但是我覺得很辛苦 第一次考這個牌 二百個小時 因為如果你想做瑜伽老師 你要起碼有二百個小時 你才可以拿到這個牌 這個完結之後 我看到原來王佩霞老師 有一個二百個小時的課程 我其實是第一次進去 我是很想跟他 他沒有的 那這次他有的 高溫瑜伽 那我很開心 這次真的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令到我 的信心大了很多 雖然在之前那兩個二百個小時 我都有教我的朋友 只是教朋友 我沒有說出去 賺別人的錢去教瑜伽 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未必得 我沒有這些 這些資料可以出來教 但是這次王佩霞老師 他就說 你可以出來教 他也有說過 其實你再練一下 你跟我上下課 在我上課的課 你去教幾個式子 你再練習一下 你就可以出來教 他給了很大的信心 你會不會教呢 會不會教 你教唱歌 我很肯定 因為教唱那個台是我的 沒有人從來 我唱了四十年 沒有人挑戰過我 我只會聽到 有時候有些觀眾 或者有些學生 他覺得你唱得很好 沒有人挑戰我 沒有的 但是現在不是 因為我的年齡 我很大的年紀 才去學 我的柔軟度 可能會對 比較他們 我沒有 我未必會像他們 我是硬斑斑的去學 但是在這個 王佩霞的指導之下 如果他覺得我可以 我可能都會 做兼職 如果是 我其實是有兩個女兒 有一個 其實也很有天分唱歌 大女兒? 大女兒 她唱得很好 其實我也很想她 做娛樂圈 但是她 她是有一個藝術的東西 有一個元素 一個女兒就喜歡 像生意人多 大女兒就會 唱歌好聽 因為她小時候 她已經經常被音樂聽 在肚子裡 經常聽 甚至是她出生後 都是音樂離不開 為奶的時候 都是音樂 所以她的感覺是很好 她很有音樂感 我也有問過她 不如你 做娛樂圈吧 她說 我不喜歡 我為什麼 她說 我知道 在娛樂圈裡 可能會有很多壓力 在我一個HIFI點裡 叫她唱幾首歌 和Lam合唱 對 和Lam合唱 她反而不害怕 因為Lam也是看著她 看著我 她和媽媽在台上 沒有那麼害怕 到她自己的時候 然後要唱 因為在我那個HIFI點裡 有一首歌是她自己獨立的 當她要唱的時候 她唱得不好 她會哭 她說只不過是一個練歌 她抵受不了這些壓力 可能真的不是她的CUP OF TEA 不是她說一碗飯 可能是她不可以 反而現在她做Fashion 她很開心 她在某某品牌裡做 她很開心 她很短時間的時候 她的老闆已經加了她工資 又給她很大的機會發展 小女兒她是IT人 她喜歡做IT的東西 那OK 她在英國讀書 在那裏畢業 她在那裏上班 她說不想在香港 她喜歡在那裏發展 那我就OK 沒問題 和韋爾山做這個訪問 聽到她從五歲開始 就對唱歌很有自信 一路發展 雖然不是一直順利 但有很多機會去實現夢想 然後結婚生女 給兩個女兒有自由去發展 現在又學教瑜伽 和做唱歌導師 到了中年 仍然一起追夢 最後想問她 假如有機會 約一個人坐下來聊天 她會約誰呢 我會選黃子紅 為什麼 因為她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你有什麼需要她幫忙 開心與不開心的事 先說 你是可以找她說的 因為她會開解你 甚至乎有時候 我不開心我哭她 你也看到她眼淚淚的 但她有時候有些問題 她會幫你解決到 會給我一些想法 我應該的選擇是怎樣 她會幫到我 還有一件事 很多時候 如果我要有一些 歌詞 或者 有一些我要拍的東西 而我需要有一個對手 去幫我去對戲 還有 幫我翻譯那些拼音 中年好聲音 我有十隻歌 十隻歌都要找她 她都願意讀給我 她真的很好 而且我曾經也試過 有一些要決定的事情 我不知道怎樣 我就問她 因為我真的有決定過 留在香港還是在英國住 我不知道怎樣 我有問過她 因為她自己也是在英國大的 她在英國讀書 我覺得 你找人聊天 這個是最佳的拍檔 不過 有時候都會惹起一點麻煩 可能她的女朋友會生氣 你這麼多時間找了 我男朋友做什麼 都不是 說笑而已 她們都很大方 其實這個老死 永遠都在心中 永遠都會 我們真的 一起看戲 一起吃飯 我們什麼都一起 甚至乎 我們會覺得 明天 有些什麼 會夾對樂隊都不停 我們會這樣 就不會有趣 慢著 有些人 在心中 會 別人 von